澳大利亚仍不知收敛美国砸700亿美元针对中俄,澳积极响应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作者,胡福,图片来自网络,欢迎参与文委延伸话题。 尽管美国的军费开支一直是世界第一,但其他西方国家的军费却处于低迷状态。 这主要是由于西方国家整体经济疲软所致。 近年来,美国为了继续在全球范围内维护霸主地位,逐渐对欧洲盟友施加压力,希望他们增加军费,加强与美国的防卫合作,从而更好地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。 近日,美国带头狂砸700亿美元,联合澳大利亚要建造新太平洋舰队,其目的竟然是为了应对中俄两大国。 对此,澳大利亚仍不止收敛,积极跟风响应。 据环球网远营美国媒体6月10日报道称,随住太平洋地区的争端加剧,美国盟友开始争相购买海军舰艇。 从澳大利亚到加拿大,各国政府纷纷更新已经老旧的舰艇,以保护领海和海上运输线,这些合同总价值约700亿美元,各家防务公司为此展开竞争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随住亚洲各国的经济增长,各国的军费开支也相应增长,军事力量不断提升。 其中,中国的军费在去年仅次于美国,越居亚洲第一,这也表明中国的国防力量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增强。 而俄罗斯在普京的治理下,国力逐步提高,军费也日益提高,俄军现代化进程的步伐也不断加快。 另外,由于美俄插手中东地区,攫取中东利益,导致中东各国陷入动乱之中。 包括伊朗、伊拉克、叙利亚、以色列、土耳其在内的中东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,其军费开支也越居世界前列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 鉴于以上两点,美国觉得有必要调整全球战略,建立新型舰队来应对中俄崛起和中东变局。 事实上,美国牵头倡导的新太平洋舰队更多的是为了凸显美国的领袖地位,整合西方国家的防务力量。 对美国来说,要与日益崛起的中俄持久抗衡,就必须建立一个有效机制和具备一定实力的部队。 新太平洋舰队则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契机。 当然,从经济上看,美国人提出的这一防务计划将为欧美军火商带来一大笔可观的收入,并创造上千个就业岗位,一定程度上起到刺激欧美经济的作用。 而这个计划也符合特朗普提出的355海军计划,即将美国海军战舰增加到300多艘,继续让美国保持在太平洋领域的霸主地位。 广告,请继续往下阅读。不过,最重要的是,美国通过此举可以遏制中俄崛起。 从世界格局变化来看,当前的世界正在发生极具变化,未来不再是美国一家独大,一超多强,多极化发展才是发展趋势。 况且伴随著中国的日益强盛,世界中心正在偏向东方,而太平洋将是未来兵家必争之地。 所以,在战略上,美国不得不对太平洋给予足够重视。